光启社刚完成的传教式纪录片《立马斗传》 全球首应会10月8号下午在光启社摄影棚举行 教廷驻华代办家安道蒙席和都会神长出席 为台湾各项特别传教乐活动揭开序幕 在内湖圣母升天堂圣泳团演唱后 黄启社董事长黑幼龙说 《立马斗传》拍完了以后 大概五年以前这个又开始孕育这个观念 这个新的计划了 《立马斗传》 这是最重要的一个 这次我们签约就跟江苏电视台讲好 你必须要在全国的CCTV4要播出 我们才可以请你们拍 这一下看的人就会很多 他说这样好了 我江苏电卫星电视台拍就可以了 不要全国可不可以 不行 结果他答应了 我讲这个经过是说什么 很多事情那时候看起来都不可能 可是不可能不要放弃 看起来很困难 可是不要放弃 我们去做 家安道蒙席也谈到他所认识的《立马斗》 身为教宗的代表 而教宗本人也是耶稣会的会士 他觉得非常的奇妙 《立马斗》还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美丽的回忆当中 他影响到了我们的思想 他离开了他的家乡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中国的文化思想也影响到其他的地方 这些都需要相当的开放和信任 2019年光启社和江苏卫视台 即汤若晃、徐光启、南士宁、耶稣会士纪录片之后 再度携手合作 将丁松云神父筹备已久的计划付诸行动 开始了《立马斗》的拍摄过程 《立马斗》纪录片横跨意大利、胡桃牙、印度、中国 中时记录耶稣会士《立马斗》从出生到离世 这部纪录片在今年9月完成 共分为《使者、西儒、交友、传承》 透过这部影片 大家可以进入《立马斗》的生命世界 看到《立马斗》将一生留在中国 宣扬天主福音的足迹 对中西文化交流做出最大的贡献 - 入马斗・纪录片横跨意大利、琴音、雪域nen、服卓平、避典、玉事、平面、中返萱、 fib、陈蕾片、石、卓平、石、卓平、赤、石、卓平、桂道、片、石、卓平、桂道、鱼、足、石、卓平、桂道、師、卓平、 commissions、卓平、平、桂道、薄平、桂道、桂道、厚、熊承、卓平、桂道、貓平、桂道、蕾平、桂道、ホ、石、白鳥、水、桂道、相同、佐々岛、小海、福、香、卓平、桂道、花、三、桂、